2000年9月1日,一个炎热的夏末,跟往常一样,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常德分行,江北支行的运钞车,从支行出发,到各储蓄网点收取人民币箱,17点50分再收取10个网点,公计2248万余元的营业储蓄款后,运钞车到达最后一个网点北站分离处,车门大开,头戴钢盔,手持微型冲锋枪的押运, 京警,萧卫东、王建国首先跃下运钞车,分别把驻车前后主要方向,另一位担任司机的京警,周军坐在驾驶座上,防护运钞车的另一侧,随后两个出纳员,25岁的王平和29岁的李靖下车,走进分离处,不远处,出租车司机刘辉,看见同行陈世青向他招手,于是便停车和他聊起了家长,18点06门, 北站分离处那一个戴帽子的蒙面歹徒,突然从后门闯进来,直冲到李靖和王平面前,举枪就朝王平头部连开竖枪,王平当场死亡,李靖则为歹徒推出分离处,分离处外的三个京警听到枪声,正要采取行动,突然从隐蔽处又出现了三名蒙面劫匪,朝他们开枪射击, 肖魏东、王建国头部重弹倒在运钞车边,周军则倒在驾驶室里,劫匪迅速从京警身上拿起两支,各装有15发子弹的微型冲锋枪,此时李靖已被蒙面劫匪推到运钞车前,劫匪勒令他打开运钞车后门,李靖自知开门后,自己也必死在劫匪枪下, 他一不做二不休,将钥匪插入锁孔,拼尽全力朝反方向猛然一扭,钥匪断了,气急败坏的劫匪,向李靖四枪启发,李靖当场身亡,听到枪声,奔礼处女职工萧兰英和石世英,暗想报警开关,顿时警铃声大作,见此情景的出都车司机刘慧正在惊讶之时, 刚才还和他谈话的陈世青,突然露出猙獰面目,从衣服内掏出手枪,对准他的脑袋开了枪,子弹从太阳雪打入,刘慧当场死亡,陈世青打开车门,将刘慧的尸体拽出车外,自己钻进去发动汽车,几个蒙面劫匪朝他飞奔而然,劫匪跳上车,出租车势入拐角右边数百米深的小巷, 往老护城墙方向疯狂逃断去,六分钟后,大批巡警赶到现场,迅速封锁现场,维护秩序,组织围捕追击,并上报各级领导,不久大批刑侦人员也陆续到位,开始勘察现场,询问目击人员,很快警方证实, 直将抢劫者共五人,都穿着深蓝色套装,戴深蓝色帽子,其中一人身体结实,身高175米左右,另一人身高166米左右,偏瘦,余下三匪身材介于二者之间,劫匪驾车冲出小巷后,始入较为宽敞的玉彩路,最后在郊外的甘露寺附近汽车逃逸,沿途他们开枪击中四人,其中二人死亡, 18点25分,常德警方下达第一道电领,要求全市各区、县、乡,迅速组织武装人员,在各路口布空,增设路卡,形成第一道包围圈,执行任务的每一位警察都明白,应力争将劫匪解决在常德室内 21点,常德方面仍没有传来发现劫匪踪迹的消息,省公安厅再次电令常德附近的,易阳、长沙、岳阳、楼底、怀化、张家界,是公安局及常沙铁路、怀化铁路、湖南民航公安处,要求上述单位的公安局长,立即到局指挥中心坐镇指挥, 主管副局长,立即率足过警力,全副武装到所有通往常德方向的大小路口,设官读卡,一切合为部署在周密的进行着,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立明安、唐中原、巡视员庞大夫等,赶往常德市指挥围捕,省武警三支队,调派借200名武警官兵增援常德,湖北省警方接到案情报告后,紧急出动, 在临近湖南省各县的路卡上,部署了一千多名警力,从深夜到凌晨,湖南省共出动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近万人,设路卡194个,至此,围捕劫匪的三层包围圈已经形成,以常德为中心的天罗地网,迅速在湖南、湖北两省全面砸开,但由于案发档夜下大雨,给警方的刑侦,追捕造成极大困难, 警方在甘露寺被遗弃的出租车上,发现一顶蓝色帽子,警犬袖后一路追踪,却在一中八车站附近失去绣园,常德9一特大持枪抢劫案,引起了国家公安部的震惊,有关计真人员迅速赶赴常德,通过案发现场的弹道痕迹分析,公安部认定此次解案,所用的子弹, 同此前发生在重庆武汉的血腥抢劫杀人案的子弹,发射于同一部枪支,有关专家解释说,每支枪都有不同的弹道痕迹,如同每个人有不同的指纹,世界上没有两支枪的弹道痕迹,完全相同的, 9一结案现场23枚弹壳,多为以前系列案的手枪所发,其中在重庆作案的2号枪打了2枪,4号枪打了12枪,5号枪打了7枪,6号枪打了2枪,同时重庆、长沙、武汉结犯的身体特征,与常德警方提供的结犯特征基本相同, 常德结案一犯特征,据在案发地附近摆烟炭的男子透露,四名男性劫匪的体貌特征是,甲,175米左右,偏瘦,戴蓝色太阳帽,穿蓝色长袖衬衣,以,170米左右,壮士,穿蓝色长袖衬衣,腰胯手机,丙丁170米左右,均穿黑色圆领T恤衫,被黑色或棕色方形旅行包, 武汉警方公布的吴广集案嫌犯特征是,1号案犯年龄30岁左右,身高170米左右,长形脸,平头,中等,坐案时上穿棕色夹克,脚穿白色旅游鞋,会开汽车,2号案犯年龄30岁左右,身高175米左右,浓眉毛,身体结实,坐案时上穿深色且克, 出定范围为重庆、四川或湖南等外地人员,或者到广西、云南等地,活动过的重庆、四川、湖南等外地人员, 3号案犯年龄25岁左右,身高165米左右,卷发,坐案时上穿茄克衫, 4号案犯年龄30岁左右,身高170米左右,坐案时穿上灰白下深色的茄克衫,脚穿白色旅游鞋, 关于截犯的穿戴,武汉截案的截犯也戴着帽子,逃跑时在现场掉了一顶帽子, 而常德抢截案的截犯,同样戴着帽子,在夏天戴帽子,说明了截犯头上有明显标记, 或是秃顶或是有疤痕,几次截案的作案时间,均发生在下午下班时刻, 此时正是管理相对松懈,人流最多的时候,作案既易于得手又易于逃脱, 截匪下手极其残忍,大多都是直击对方的太阳穴,枪法极准,大都是一枪致命, 截匪得手后,都是驾车逃离现场,在半路汽车逃顿。 1995年,重庆发生第一起结案时,只有两名作案人员, 后来几起结案的作案人员均为四人,每起结案间隔一般都在半年以上, 警方推测,这些劫匪是一个固定的犯罪团伙,与武汉、重庆、常德案件有某种联系, 要么他们来自三座城市,曾在某一地方供过时,要么他们是同一地方的人, 分别在这三座城市生活过,因此公安部决定,将此案与长沙、武汉、重庆系列持枪抢劫案并按侦查。 9月2日,湖南常德警方组织大批军警,再一次进行了大规模搜查行动, 但至3日仍未发现劫匪下落,正当办案人员心急如焚之时, 一条重要线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在常德九一节案发生之前的半个月,也就是8月15日, 常德市安乡县农业银行行长胡孟莲,及其妻子离其失踪。 8月15日晚,胡孟莲一家还共进晚餐,邻居并没有觉察到有什么异常。 晚8时30分,安乡县农业银行,大京港营业所工作人员,向胡汇报工作, 打通了他的手机却无人接听,第二次拨打时手机关机了。 第二天上午,邻居发现胡家大门敞开,家中不见人影,便主动帮助把门关上。 九十许,安乡县一名副县长,找胡孟莲研究工作,也一直未见胡的踪影。 银行行长离其失踪,立即引起人们的警觉。 有关部门,通过对安乡县农业银行的财务盘点,发现供款无损, 最排除了胡携款外逃的可能。 当地公安部门特为此立案侦查,但十多天过去了仍然没有结果。 在此期间,曾有人两次使用了胡孟莲的手机,一次打网常德,一次打网易阳,此后就没有音讯。 8月31日凌晨,常德市顶城区石宫乔镇一村民,骑着三轮车外出购买猪肉时, 在荒野里与一辆小汽车相遇,车上下来三名年轻人,用本地话问干什么,他担心发生意外,回答问话后匆匆离开。 9月1日上午八时许,在黎安乡县近百公里的常德市,顶城区石宫乔镇阳溪村的村民, 发现一辆出租车停在荒野无人过问,便走过去欲看个究竟,结果发现车边有一堆新翻起的泥土, 村民在向公安部门报警的同时,用锄头将新土挖掘起来,赫然发现一男一女两具尸体, 不久公安人员在不远处,又挖出两具男尸,经辨认, 其中一对男女正是失踪十多天的胡孟莲夫妇,经警方调查, 另两具男尸一具是出租车司机,而另外一具男尸的身份不明, 尸检表明,胡孟莲夫妇皆是遭人枪击而死,凑巧的是, 就在当日下午,常德市发生罕见的蒙面歹徒, 实际抢劫银行运钞车案,耐人寻味的是,胡孟莲是农业银行行长, 被歹徒袭击的也是农业银行,侦察员门讯后火速来到阳西村, 在河地案发地茂密的草丛中,找到一枚弹壳, 经检验证实,为九一结案的第六号枪发射的, 经过一天的深思熟虑,警方决定将发生在常德的一系列杀人案, 合并一起侦破,运钞车机案发生和行长失手被发现后, 警方在此监听到背墙手机,又与易阳、常德方面联系, 警方得出结论,劫匪仍在易阳、常德一带活动, 他们很可能多数是常德附近人,最加强对常德、易阳的不空, 电信部门按警方要求,继续将背墙手机开通, 所以劫匪再次与常德、易阳联系时, 警方从此信号中发现了重要线索, 及常德人李金生所开的胖子九家极其可疑, 经常在此吃饭聚会的有关人员, 有重大作案嫌疑,警方展开了全面侦查, 并基本锁定了主要嫌疑对象,事实上, 在此之前,早已有群众举报, 说胖子九家经常有黑社会性质的人物聚餐, 说不定与杀人抢劫案有关, 警方已将胖子九家纳入监控对象, 经过多方调查,警方确认九亿结案发生前, 劫匪曾在此聚会,为了将劫匪一网打尽, 前线指挥中心指示, 常德一阳两市对盯上的嫌犯秘密监控, 统一时间实施抓捕, 九月三日, 警方设在常德的指挥部, 接待了一名女性举报人, 她是常德城区大酒店的服务员, 她说, 血案发生前, 有四人曾住在该酒店, 并在酒店打了很多电话, 警方立刻将案发前后六天, 该酒店电话记录调出进行行侦排查, 确认该客房开房人为赵正宏, 易阳人, 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她的身份是易阳市某按摩中心的保安, 易阳警方迅速做出反应, 警侦察得知赵正宏还在易阳, 且案发前后几日没人见过她, 但有作案时间, 易阳警方全力以赴, 在易阳基本摸清了赵正宏的情况, 为了查识赵正宏的落脚点, 警方神不知鬼不觉地密捕一名, 与赵正宏交往密切的男子, 经过突审, 此人供出了赵正宏在易阳的驻地, 为了引蛇出洞, 警方监视赵正宏, 力图将劫匪一网打尽, 没有马上拘捕她, 9月4日, 警方接到易阳市某娱乐城报案, 有两个年轻人试图闹事, 警方经过各种推断, 觉得两个男人可能是常得结案的嫌犯, 这一发现令警方兴奋不已, 因为这意味着不止赵正宏一名嫌犯在易阳, 还有其他嫌犯也在这里, 9月5日凌晨, 易阳指挥部得到一条重要消息, 被密控的赵正宏正在到处借钱, 有外逃的可能, 指挥部经过多方权衡利弊, 决定收网抓鱼, 9月5日七点正, 劫匪赵正宏走到了大街上, 在黄玉长茶设门前招手打车, 打算乘车去汽车站, 一辆出租车缓缓持来, 在赵正宏面前稳稳的停住, 赵正宏拉开车门, 毛腰钻入车内, 坐定之后说去汽车站, 出租车竟然一动不动, 赵正宏一惊, 一抬头看见司机用一支乌黑的手枪, 直抵他的脑门, 与此同时, 车窗外四五个便衣警察, 也同时将枪口对准了他, 赵正宏知道完了, 为做任何抵抗, 就被警方抓捕归案, 8点正, 警方突击审问赵正宏, 赵正宏认罪, 交代了另一名劫匪, 李泽军在易阳的落脚点, 同时招工出手饭, 张军在常德情妇的住处, 几名劫匪有可能隐藏在情妇住宅内, 9点30分, 100名鹤枪实弹的警察迅速包围了, 易阳市像仓路的一幢六层民宅, 附近所有制高点均被狙击手占据, 正在上学的孩子们被告知 今天放假半小时, 一名男子从这幢楼房楼梯口的防盗门走出, 这名男子尚在楼梯口张望, 几名埋伏在外的警员们闪电出击, 将其按倒在地, 并迅速塞进等候在巷盗口的警车, 第一名男子被请后, 警方在警车内对疑犯短暂突审后, 开始向楼上喊话, 要房内的人缴械投降, 数分钟后, 一名矮胖的年约40岁的妇女, 举着双手由楼内走出, 最后两名女警员将其押送出巷盗口, 将是约一个小时后, 身着防弹衣的警员分批开始向楼内冲击, 逼近三楼, 一阳市自阳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陈振宇, 身先士族一脚踹开房门, 军警一拥而入, 将李泽军一举情获, 经严密搜查, 在房内搜出一支已上膛的线弹猎枪和三发子弹, 常德警方亦采取抓捕行动, 9月5日中午12点47分, 常德胖子酒家里, 劫匪李金生正叼着烟, 双脚敲在椅背上, 指挥着酒店里的打工在干窝, 突然十几名警察冲进酒店, 枪口对准他的脑门, 李金生束手就紧, 中午13点30分, 常德指挥部的彭大夫, 下令包围三间小区, 突击队员一脚踹开房门冲进去, 抓获张军的情妇陈乐, 警方在这状房内搜出手枪16支, 威形冲锋枪两支, 猎枪10支, 子弹1600多发, 美国制守了一个, 这些军火足够装备一个牌, 据警方检测, 所缴获的16支手枪, 和两支威形冲锋枪, 全部是公安机关登记在侧的枪支, 极可能都是张军及手下行凶抢劫而得, 其中两支威形冲锋枪, 已证实是常德杰钞案牺牲经警的, 在这状房子里, 警方还搜出身份证20多个, 全系这伙劫匪抢劫杀人后, 从死者身上截得的, 其中有被枪杀的安乡农业银行行长身份证, 另外还有梁炳宇邮帽, 警方还搜出安乡农业银行存折三个, 总金额40万元, 此外还搜出两副刑结所用的面罩, 警方当即审问陈乐, 追查张军下落, 陈乐百般抵赖, 谎称张军已飞往北京, 并且说军哥是抓不住的, 他无意高强, 意高胆大, 最后陈乐供述张军到广州去了, 此时已是下午6点30分, 长德警方立即汇报长沙警方指挥部, 长沙警方在长沙黄花机场发现, 张军已于5日上午乘飞机逃亡广州, 用的是王瑞军身份证, 9月6日上午10点证, 长德安湘县警方突击, 抓获劫匪团伙成员万晓东, 此人曾在特种部队服役, 是个武林高手, 同时抓捕为劫匪团伙牵线搭桥, 并且谋划杀死银行行行长的幕后人物许军, 9月6日下午4时, 警方在金市养路费机争所设伍, 将久不露面的劫匪王宇引入埋伏圈, 一举又不成功, 同时正在金市汪家巧家中, 高谈阔论的另一劫匪团伙成员, 严若明被警方当场抓捕, 在各方面纷纷告捷之际, 围捕陈世青的突击小组却受挫, 陈世青突围而去, 9月7日, 公安机关发出通缉令, 统计张军和陈世青, 9月13日警方得知, 张军很可能在福林一外号捐子的女人处, 公安部决令将主战场 从湖南转移到重庆, 并派出公安部刑侦局领导赶赴重庆, 与重庆专案组成员紧急研究, 立即展开秘密工作, 为了保密, 公安部刑侦局要远于13日, 成绩治愈后没有进城, 而是悄悄住进了渝北区某宾馆, 半夜12时, 方与陈邦国局长见面, 14日凌晨2点, 有关专案人员被命令从被窝中赶出, 连夜换成民用牌照车奔赴福林, 从此他们便消失了, 甚至连家属、 同事都不知他们的去向, 船呼等通讯也全部中断, 为时此次行动绝对保密, 几位领导的坐车, 全部换成了地方号牌, 过路过桥军与其他车辆一样排队缴费, 或知张军在福林的关系人捐子, 专案民警不辞辛劳, 将该区名字带娟子的数千名女性, 一一排查, 14日晚, 重庆警方在监狱中获得一条重要线索, 一个在押犯共撑, 他的前妻严敏, 曾与一个叫江平的湖南人有暧昧关系, 江平有枪, 警方立即密捕严敏, 严敏称娟子可能叫杨明燕, 两个女人是情敌, 15日, 侦察员们发现一名叫娟子的女人, 与一名叫龙海利的男子关系密切, 经查此人就是杨明燕, 28岁, 与龙海利有一个仅四个月的女儿, 此女正是严敏说的那个杨明燕, 18日下午, 杨明燕提着包匆匆从家中出逃, 被守候的民警秘密抓获, 此次行动警方传达了很明确的信息, 这一招敲山震舞, 终于让张军这个杀人魔王坐不住了, 长德九一戒案发生后, 张军见抢前计划落空, 慌忙率众逃跑, 他们驾着抢来的出租车, 一气跑到甘露寺附近, 便汽车步行, 在最近一处中巴站搭乘中巴返回城内, 沿途看见警车长明警笛奔向出事现场, 劫匪之一的赵正红随后离去, 爬上一列从棘手开往长沙的火车, 突破包围圈到达长沙, 他在长沙打电话, 叫易阳一位姓朴的女人开私车去, 当晚把他接到了易阳, 而张军、 陈世青、 李泽君三匪, 当晚就藏在张军情妇陈乐的套房里, 三劫匪一边看着长德电视台, 滚动播出的结案新闻, 一边哈哈大笑, 根本没把杀人当回事, 9月2日, 三个劫匪躲了一整天, 9月3日, 李泽君前回易阳, 陈世青前回自己的租住地, 9月4日, 警方强大的收捕生士, 终于让劫匪赶到了不安, 张军决定出逃, 去外地避风生, 当天晚上警方已在易阳盯住了赵正红, 9月5日上午, 就在警方捕获赵正红、 李泽君等劫匪时, 张军用王瑞军的身份证, 通过了长沙长德高速公路上的层层检查, 蒙混到了长沙, 当天, 张军及成绩飞到了广州, 他只在广州待了几个小时, 就转乘飞机飞到了重庆, 他自以为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警方绝对想不到他在重庆, 当天晚上, 他前回福陵, 住在阳明宴处, 之后几天他天天悠闲的喝茶, 看报纸, 搜集长德结案的新闻报道, 研究警方的动向, 9月7日, 张军从报上看到赵正红、 李泽君等, 纷纷落网的消息, 自知大事不妙, 他急忙将自己在福陵的一辆桑塔那, 以6万元低价卖给别人, 携款潜入重庆市于中区, 9月18日, 重庆, 张军藏身处, 张军久等杨明宴不来, 狡猾的张军立即判断杨明宴已经出事, 他马上通知于中区沼泽兰亚, 另一名叫全红燕的情妇, 让其带上现金和武器, 与他在观音岩接头, 此消息被警方截获, 9月19日晚9点, 重庆市市委, 公安部要员, 将突击小组下达了命令, 抽掉精兵强将, 务必当天抓获张军, 随即, 两队击捕队伍, 秘密控制了南基门和观音桥, 9月19日晚9时45分, 重庆于中区观音岩外科医院右侧, 披静的枣子蓝牙一号巷口, 昏暗的夜色中, 一名身着深蓝色圆领T恤衫的男子, 慢慢朝巷口夺来, 他东张希望快要走进巷口时, 又回头狐疑地望了一下, 然后向前朝黑暗处的一个女人走去, 见面后两人嘀咕了几句, 那女人便将一只骨杖的旅行包递给了该男子, 男子接包后转身就走, 突然三名精壮的汉子, 仿佛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 旋风般扑向他, 那男子一惊, 右手条件反射式的往左叶下身去, 但他的右手已被扑上来的汉子, 死死扭到背后, 发现他手中握着的, 竟是一支已经上膛的五四式手枪, 这支没有保险的枪, 连撞针都已经打开, 三名刑警将疯狂挣扎的男子按在地上, 动手脱掉他左脚鞋袜, 左脚上有一颗质, 那正是张军身上最明显的标志, 打开张军手中的旅行包, 里面有175发子弹, 和一枚军用手榴弹, 被戴上手铐的张军哀叹, 没想到刑警伸手这么快, 连自杀的机会都没留给他, 缉拿张军后, 警方立即搜查, 与其在外科医院街头的关系人全红燕家, 在全红燕与张军的家中, 警方搜出各种型号的猎枪七支, 各类子弹一线余发, 以及防弹背心, 瑞士军刀, 自制炸弹等作案工具, 让人吃惊的是, 张军居然在作案的同时, 热衷于研究轻武器射击实用手册, 国产枪械猎砖砖, 兵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公寓房等书籍, 这其中有的书籍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 同时还收集了, 大量重庆媒体刊发的长德血案的简报, 警方发现了一封还未发出的信, 这封信是张军写给重庆警方的, 张军在信中说, 这么多年来, 在重庆干了很多案子, 给警察添麻半了, 不过现在他已经不在重庆了, 请放心, 张军准备在他逃出重庆后, 有情妇帮他把信发出, 没想到信还未发出, 二人就都落人了法网, 凌晨一时许, 警方根据张军的招供, 迅速搜查于中区, 上青寺聚新村的另一关系人周某家, 在其家中又搜出一支五四式手枪, 子弹三百二十八发, 作案时的手套, 假发, 面罩, 及其数十张信用卡, 证券交易卡, 以及现金和大量金银手势, 更让人吃惊的是, 警方在搜查中还搜出了张军伪造的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刑侦局刑事侦察员, 以及伪造的涉及辽宁, 四川, 重庆, 湖南等七省市的假身份证, 随着审讯的不断深入, 魔头张军在重庆的关系人, 一个接一个在警方的突袭行动中落网, 截至九月二十日上午八时, 警方共抓获涉案嫌疑人员十三人, 交获五四式手枪两支, 各类型号的猎枪七支, 军用手榴弹两枚, 各种子弹一千九百四十九发, 至此, 长德九一续案的嫌犯, 只剩下了陈世青, 九月六日清晨, 陈世青从妻子手中要了一千元钱, 在长德顶城区信用社处, 搭上了开往顶城区谢家铺乡的中巴车, 下车后又搭上开往汉寿县太子庙的中巴车, 然后改城去一阳的班车, 到达一阳城区后, 找到赵正宏租住的房子, 连喊了十多声赵正宏不见回音, 又租一辆摩托车, 到幸福区收费站地段下车, 走路到赵正宏的老家过路坪, 但还是没有找到赵正宏, 便有城中巴车返回一阳市区, 在一阳一桥边的电话亭, 打了赵正宏的手机, 得到的回答是手机停机, 这时陈世青已感到情况不妙, 他看着自己那双满是尘土的皮鞋, 心想别人一看就像一个逃犯, 便来到一个擦鞋摊, 把皮鞋擦了个正量, 还到商店里买了一条短裤, 两双袜子, 一把T恤刀, 一条毛巾和一只小手电筒, 经过一般乔装打扮后, 又搭上了开往易阳迎风桥的快吧, 然后又改成去汉寿的班车, 到太子库下车, 走进了路边的一家安乡饭店, 准备在这里住宿, 当陈世青走进房间打开电视机时, 看到电视上正在播放吉拿塔, 和张军的通缉令, 见情况不妙, 陈世青便跑到这家饭店对面的山上, 睡了一晚, 9月7日天刚蒙蒙亮, 陈世青从山上下来, 沿着公路走到崔家桥收费站, 又搭上了去易阳的班车, 陈世青在迎风桥下车后, 马上又乘去南县的班车, 到了南县县城, 又租了一辆摩托到长途汽车站, 迫不及待地登上了, 开往湖北公安沙市的班车, 这时, 他发现司机正在车上看通缉令, 下出了一身冷汗的陈世青立即下车, 又租用一辆摩托搭至县城的桥边, 然后步行过桥, 搭上开往无霸度的中巴车, 陈世青下车后, 在一家商店里买了一些副食品冲击, 乘出租摩托来到南县与湖北交际的河边, 过河进入湖北, 在乘开往石首市团山镇的中巴车, 9月8日, 陈世青在青龙市歇脚, 天黑后在三叉机过轮渡, 来到宾县的毛家平, 便在这里休息, 9月9日, 陈世青离开毛家平, 骑车来到港县的王家港, 并在一个车府修了一下自行车, 9月10日, 陈世青准备逃往石门县的东山峰, 由于走错了路, 通过多方打停, 又回头向石门的南征方向逃窜, 这一带的山路险恶, 且都是上坡路, 在这种情况下, 他只好丢掉自行车步行, 在三四天的时间里, 陈世青白天逃窜, 晚上就睡在山上, 9月14日, 他逃窜到了东山峰, 在西沟里洗了一个澡, 在东山峰停留了十天, 然后又转到乾江市, 陈世青在乾江一个山洞里, 住了两晚之后, 又按原道返回到石门县的江平, 在一座高山上, 陈世青发现一对姓王的父子, 在承包的山地里劳作, 而且还有一个窝棚, 陈世青, 以王涛的话名, 与王家父子交谈, 谎称自己父母双亡, 只有一个妹妹在外打工, 自己又重病在身, 医生说要在山上住两个月, 或许对病情有好处, 汉后淳朴的王家父子出于同情心, 收留了陈世青, 在这段日子里, 陈世青和王家父子俩一起生活, 一起劳作, 10月5日陈世青继续逃亡, 经过两天的辗转逃窜, 于10月7日窜回了安乡县, 安福乡区东宝村齐七姐夫家, 陈世青的出现, 立即引起了村民的警觉, 就在齐七姐夫向警方报案的同时, 村民们自拔地组织起来, 将陈世青严密控制在东宝村, 常德安乡警方已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逼近东宝村, 从村民报案到陈世青落网, 仅仅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陈世青的落网, 标志着这起涉及地狱广, 抢劫金额巨大, 作案手段凶残, 震惊全国的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 成功告破, 张军团伙俨然像一个杀人公司, 集中张军自任总经理, 他从1994年开始发展同伙, 同党入伙前须惊奇严格审查, 考核, 而且先要杀一人, 入伙后犯了错误, 轻则扣发工资和体罚, 重则处死并杀害全家, 每次作案前, 张军都要组织同伙, 进行体能训练, 实弹射击训练, 反复演习, 实弹射击训练在偏僻的山林中进行, 每一支枪都装有消声器, 不易被人发现, 每次训练张军都在场, 并将个人的枪法成绩记在本子上, 对进步快的给予表扬, 进步慢的予以批评, 然后回常德集体嫖娼, 由张军买单以资奖励, 做完, 张军等人并不急着离开作案城市, 而是安住下来, 买下大量报道他们作案情况的报纸, 仔细阅读, 从中了解警方部署, 提高反侦察能力, 每次作案使用的武器, 全由张军一人保管, 作案前下发, 作案后输回, 在这个公司中共有四名骨干, 张军是湖南省常德市安乡下, 安抚乡人, 1966年11月3日出生, 假中共有七个兄弟姐妹, 她是最小的, 自小就对武术着迷, 且习性好强斗胜, 十四岁使她母亲去世, 从此打架更是如同家常便饭, 1980年初, 张军不知从何处弄到一本全谱, 练起了武功套路, 并专攻腿弓, 在当地很有名, 老百姓戏称她为神腿张, 虽然张军练武的条件并不好, 她宁愿花时间和经历自己制造沙袋, 石锁等练武工具, 也不愿专心读书, 打架斗殴使她增长了很多实战经验, 她深知, 单靠神腿并不能保证打赢对手, 胖上操家伙的对手就麻烦了, 一件成熟的武器更具优势, 所以她开始练乡西, 恶西和川东南一带, 民间盛行的一种拳法套路板凳拳, 十来岁就能手握长板凳腿将长凳武起来, 张军考不上高中, 又不愿好好务农, 便开始在社会上混, 在当地, 她个子高利息大, 功夫很好, 名气渐渐大起来, 凡有打架斗殴之势, 老地痞们纷纷请她帮忙, 她常常以一敌三也能打跑对手, 很显然, 在社会上混得久了, 她的头脑也开窍了, 她大概明白了地痞流氓, 为什么要打打杀杀, 争斗没完的道理, 几心地痞必须打倒老地痞, 才有生存余地, 直到更新的一批地痞成长起来, 将她打垮为止, 如此冷酷无情的生存状态, 没有使张军打退堂鼓, 相反助长了她的冷酷无情, 在凭个人力量无法控制和主导她的地位时, 这个出现恶魔特制的少年开始拉帮结派, 小小年纪就发展了团伙犯罪的意识, 据当地人说, 张军打过的群架中, 最出名的仪仗, 是跟一个叫张上游的人, 率领的团伙打架, 张军团伙打得对帮落花流水, 当年在社会上混过的人, 至今记忆犹新, 张军的凶残在当时就传遍了当地, 1983年全国严打刑事犯罪, 张军流氓团伙当然难逃法王, 小小年纪的张军, 被送进少环所劳教三年, 1987年释放后的张军, 用匕首逼着肖岳娥的父亲, 强行娶肖岳为妻, 肖岳娥为他生了两个儿子, 张军给两个儿子起名为张肖, 张雄合起来就是肖雄, 可见张军那种渴望独霸一方的恶魔般报复, 整个八十年代, 张军几乎无恶无作, 1989年, 张军再度入狱, 由于作恶太多判刑五年, 在其服刑期间, 积极与他离异, 然而牢狱改造对张军这样的人渣, 却难见成效, 出狱之后, 犯罪依然不可避免, 并且犯罪手段也开始升级, 打架斗殴的小儿科, 他已不屑为之, 对于金钱的渴望, 已严重扭曲了他的心理, 原本就变态的心理更加变态, 1993年, 张军穷了连稀饭都喝不起, 而他不务正业的本性, 注定无法得到满足他需求的金钱, 抢劫的念头自然而然的浮现, 并且立刻付诸行动, 他自制了一只手枪, 开始寻找目标, 他在安乡县街头游荡时, 碰到了当初在少馆所认识的朋友刘某, 互相一看穿的都挺差, 一样的穷的叮当响, 俩人便聊起挣钱的事来, 先是谈做生意, 都觉得生意不好做, 来钱太慢, 时下做生意没有本钱不行, 本钱太小不行, 加之做生意的人太多, 竞争也激烈, 做生意又讲究门路, 到哪里找门路呢? 刘某哀声叹气, 吃饭都困难, 哪来的本钱? 张军说可以去偷, 二人都觉得做小偷太没面子, 去偷有钱有势的人, 又小的谁家都不会把大把银子放在家里, 一旦被抓就太不划算, 来人聊来聊去, 觉得干就干大的, 很捞一把, 被抓了就认死, 没被抓就可以潇洒, 张军认为干啥都不如抢, 抢最直接, 刘某也认同他的看法, 只是觉得没把握, 怕出事, 张军说就看他胆子大不大了, 敢不敢杀人, 要保险一点就得杀人灭口, 这可是掉脑袋的事, 刘某表示不怕死, 反正是活一天算一天, 张军就说他看中了一个地方, 估计能抢到一大笔钱, 刘某跃跃欲试, 张军给他看了自制的手枪, 俩人就这么定下来, 那天晚上, 两劫匪撬开一家副食品批发店的门, 女店主李某惊醒, 被张军用枪逼住, 与实施强奸, 女店主奋力挣扎反抗, 张军开枪将他当场打死, 同时悟伤了同伙刘某的腿, 张军背着同伙逃到他岳父家里, 刚喘了口气, 就听见乡里广播响了, 要求医生到乡里集中, 张军担心公安顺血迹追来, 胡乱填饱肚子, 背着同伙往湖北方向逃, 逃了一阵觉得累了, 张军也懒得再跑了, 他转念一想, 要这么跑下去, 没准就跑不脱了, 于是歹念顿生, 张军黄顾四周看见一柄大铁锤, 他在心里安下决心, 与其让同伙脱了自己还不如干掉它, 刘某伤了腿行动不便, 坐在地上呻吟, 张军拾来铁锤笑着走过来, 刘某不知他要干什么, 哪那只张军只走到他面前, 抡起大锤就砸向他的脑袋, 刘某脑将迸射当场死亡, 张军用绳子在尸体上捆上石头, 将其扔进了安乡河, 从此亡命天涯, 孙力人再没见过他, 李泽军是湖南安乡县安福乡花林村四族人, 他曾在海南海军部队服役三年, 是张军的亲外省, 1997年8月, 李泽军从部队转业, 在福建晋江的一家制衣厂打工, 虽然钱不多, 但手头也还活络, 可是就是这一年, 张军突然要他回来与自己做生意, 并提出一个条件, 做生意有大钱赚, 但要听他的, 李泽军回来的主要任务, 是练起摩托车和练手枪, 当时李泽军还不知道, 这是为去长沙抢金子做准备, 一个月后, 也就是1997年11月27日, 张军经过十多天在长沙踩点确定目标后, 把这天定为行动日, 奔给李泽军的任务是撬柜子, 张军则手持两把手枪打人, 抢劫得手后, 张军把李泽军带到, 长沙码头变了一间出租屋住了五晚, 在这期间, 张军给李泽军分了三万元, 从此以后, 李泽军跟着张军越干胆子越大, 越杀人枪把越准, 每次作案他都成了张军的隔离帮凶, 就一大案, 张军给他的任务是杀金警, 抢威行冲锋枪, 赵正宏是湖南易阳市, 滋阳区过路平镇五险庙村麻井口祖人, 曾在海军陆战队补役, 赵正宏1971年11月出生, 其父亲、母亲、 哥哥都是老是本分人, 父母在易阳市秀峰湖旁租住一小房子, 父亲挑水果较慢, 母亲在街头擦皮鞋迎生, 哥哥成家后在家务农, 赵正宏在读初中一年级时就不愿上学, 曾跟父母一块贩卖水果手地摊, 后来渐渐长大, 厌倦了这种生活, 经常外出不归, 父母因忙于生计管束不住, 只好在1994年为他张恶婚室, 把媳妇迎娶进门, 1995年7月媳妇生下女儿, 夫妻俩过了一段平淡拮据的生活, 因他一娶妻成家, 父母遂与他分家, 将家里的两间房子和他的雌刃田化归他, 赵正宏生性懒惰不愿种田, 1995年, 已是三口之家的他, 只种了一个人的田, 1996年7月因特大洪水, 过陆平镇全部被淹, 赵正宏将彩垫、 洗衣机、家具抢上堤后, 夫妻用车一并装走, 从此没有回家, 则任田也抛给了父母, 由父母出钱请人带种, 赵正宏走后, 对妻子和村里人说, 在一阳做水果生意, 其实是变卖了家当在外浪当, 1998年7月的一天, 赵正宏通过在常德座台的一妹子胡某, 认识了张军, 当时张军的身份, 是做电器生意的王经理, 一见面, 张军就问赵正宏做什么的, 赵正宏说以前做水果生意, 一阳发了大水没有什么事情做, 张军详细询问了赵正宏的家庭情况, 第二天, 张军就来到赵正宏的岳母家里, 吃完饭后, 张军说在家里门的荒, 到外面走一走, 他们来到河堤上, 张军问他读了多少书, 生活怎么样, 赵回答只读过小学, 家里涨了水, 生活过不去, 赵正宏主动提出, 听一妹子说张军是做电器生意的, 要不要人打工的, 张没有正面回答, 反问如果赵正宏走到他后面, 他们一起去偷人家的东西, 施主赶来了会不会跑, 赵以为是在考验他, 便说他们是一起来的, 当然不会跑, 张军又问在大城市里住宾馆, 他和保安打起架来, 赵正宏会不会帮忙, 赵回答肯定会帮他的忙, 分手时, 张军对赵正宏说公司里有事, 他会跟赵正宏电话联系, 时间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不等, 赵正宏在家里整整等了一个多月, 不见来个电话, 他还以为张军是个骗子, 便和妻子以及妻子的一个女友, 到上海打工去了, 到上海十天后, 赵正宏突然接到张军的电话, 要他到常德的公司做事, 当时赵正宏对张军说, 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怎么回来, 张军说先借着, 回来自己给他, 于是赵正宏带着妻子, 从上海坐火车到了长沙, 后又直接乘车到了常德, 张军在华都宾馆接赵正宏吃饭, 张军交代赵正宏, 来了人不要多问, 点点头就行了, 过了一会, 李泽军也来了, 饭后张军给了赵正宏两千元, 赵正宏把钱交给妻子, 要其返回易阳, 八月份的一天, 张军与李泽军, 陈世青, 赵正宏, 带着一位为张军销过货, 做过事的人, 来到顶城与汉寿交际的一个山上, 用风口交将带来的这个人的嘴封住, 并在头上套上一个黑带子后, 张军突然掏出一把手枪, 对赵正宏, 陈世青, 李泽军说, 这个人黑他, 干掉, 陈世青拿着事先准备好的钉锤, 就往那人头上猛砸, 李泽军, 赵正宏也动了手, 回到常德, 张军要赵正宏加快照好身份证照片, 在华都宾馆, 他要赵正宏填写, 资愿加入贸易生意行当的申请书, 赵博会写字, 张军就为他代笔, 填好后张军凶狠地对赵正宏说, 今天的是他也参与了, 他们多搞点钱后就不干了, 他不要东想西想, 反正他家里的人和亲友自己都摸清了, 不干就杀他全家, 就这样, 赵正宏踏上了贼船, 一发不可收拾, 李金生是湖南一阳市人, 出租车司机, 李金生身体高大, 一副憨态, 他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他开出租车, 妻子开办馆, 有一对聪明可爱的儿女, 1998年4月, 李金生的妹夫对他说有个熟人张军, 他要到湖北宜昌去, 自己没时间, 叫李金生送一下, 在送张军的途中, 李金生结识了张军, 并把电话号码告诉了他, 从此张军经常打电话, 用他的车, 仅2000年就用了20多次, 而且出价都比较高, 本来李金生的车已被一家单位长期包租, 为了贪图小利, 只要张军来电话, 他都照去不误, 2000年8月20日, 张军给李金生打电话, 要李金生送他到长沙去, 把张军送到长沙的岩浆大道后, 张军要李金生先回长德, 他自己还要办事, 李金生的车刚上长长高速公路, 又接到张军的电话, 要他到一阳等他, 李金生就将车开到一阳的一家宾馆旁停下, 等了两个多小时后, 张军才打来电话询问停车方位, 5分钟后, 张军就和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 有说有笑的走了过来, 张军向年轻人介绍, 李金生家里开有馆子, 又有小车, 今天他们一起到长德好赌一场, 于是年轻人就和张军一起上了李金生的车, 当车驶到长德时, 李金生问他们到哪里去, 张军说他不用管, 便自己上了驾驶位置, 把李金生换了下来, 直接将车开到南平港江铁路旁停了下来, 把陈世青、赵正宏喊上了车, 张军在车上谎称, 上次在乡里打牌输掉两万元, 这次去翻本, 车子直接开到顶城区, 天湖乡阳瓦村好口地段的河堤上停下来, 陈世青看车, 张军带着李金生、 赵正宏, 和那个年轻人往河滩上走去, 张军悄悄地对李金生说, 陈世青、赵正宏本来要干掉他的, 自己念他情义, 今天让他沾点血, 他要十项点, 说着就把年轻人拉到了河滩上, 并将一把手枪交给李金生, 说今天的是他来干, 李金生连忙说他四十岁的人连击都杀不死, 不敢杀人, 张军叫他看着办, 这时, 张军要年轻人跪在河滩上, 他和赵正宏手里也提着枪, 不意会第一声枪响了, 年轻人倒了下去, 接着赵正宏和张军, 又朝年轻人的头部和背部各补了一枪, 杀人后他们脱下了年轻人的衣服, 绕道回到常德, 这个年轻人就是和安乡农航行长夫妇, 埋在同一个河滩上的那具尸体, 此人也曾多次给张军开车, 但一直没有提人头来见, 张军一伙认为他不可靠, 便将他当成了, 给新同党沾写炼胆的工具, 陈世青三十五岁, 湖南安乡县安福乡谈子口村人, 陈世青小时候还算比较听话, 但由于爷爷奶奶非常喜欢孙子, 从小就娇生惯养, 读书不用功, 成绩很差, 而且人也不太恩分, 后来陈世青走出去, 寻找所谓的八财之路, 一九九五年起, 他开始在常德市开出租车, 张军抢劫重庆有一华侨商场, 黄金专柜后前回常德, 准备再找一些同伙, 经过一番搜寻, 他听说同乡陈世青, 正在常德开出租车, 便要约陈世青见面, 陈世青知道张军的为人和能耐, 不是快做生意的料, 却眼见他出手大方, 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两人从做生意捞大钱谈起, 张军充分炫耀自己有钱, 害得陈世青叹息不止, 张军当年与陈世青结伴打群架时, 就知道陈世青心狠手辣, 犯罪能力不比自己差, 且为人谨慎, 狡猾, 不容易出漏子, 张军先试探陈世青是否有心做大买卖, 陈世青立即表示了急切的心情, 当张军问陈世青敢不敢跟他干时, 陈世青眼珠像两颗算盘珠子一样, 咕噜噜转, 却不立即回答, 他深知张军的野鹿子一定深藏温一险, 弄不好就得掉脑袋, 张军见陈世青不表态, 干脆和盘拖出抢重庆黄金手势一事, 陈世青哈哈大笑, 只说张军吹牛, 不信, 张军急忙掏报纸给他看, 陈世青审视张军良久才点点头, 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这两个恶魔从此一拍结合, 两人打定主意多找帮手, 极谨慎的在黑道上找凶狠, 而又听命于他们的混, 按他来设计的标准, 两人发现了以前一起打架的严若明, 就像拉陈世青下水一样, 张军如法炮制, 也把严若明拉下了水, 在加入张军的杀人公司后, 陈世青给自己起了个文号留百万, 在常德解案中, 陈世青的任务是抢出租车和开出租车, 张军自称半个帅哥, 对女人的杀伤力, 如同他的射击功夫一样精准, 张军的五个情妇, 多数已结过婚, 但他们仍对张军死心塌地, 严敏是重庆市福灵人, 他是第一个投入张军怀抱的, 1994年在云南开运, 张军已穷困潦倒, 连继续流窜的本钱都没有了, 他碰见做妓女的严敏, 此时严敏已32岁了, 这个年龄做妓女很被同行瞧不起, 在内地几乎没有市场, 所以他远走边陲, 其目的意识想伺机贩毒, 张军经过几次接触, 便彻底摸清了严敏的心理, 于是展开情场攻势, 使出浑身解数, 花言巧语, 安前马后献殷勤, 严敏做过多年妓女, 见过男人无数, 也惯作逢场作戏的事, 张军如此殷勤正合心意, 两人终于搅在一起, 有张军保护, 严敏在其他妓女面前, 胆子也大了起来, 公然和当地妓女争抢生意, 引起当地黑社会不满, 张军趁机提出买枪自卫, 严敏便给了他钱, 张军终于买到他做梦都想拥有的枪, 一把五四式手枪和几十发子弹, 卖方还送了他一枚手雷, 回到严敏住处, 张军整天都在玩枪, 爱不释手, 一会取下弹架, 一会拉开枪栓, 光是练瞄准, 他都可以玩上个八小时, 有了枪, 张军胆子更大了, 他劝说严敏回老家, 一起到大地方做大买卖, 严敏说做大买卖要本钱, 张军扬扬手中的枪说, 这就是本钱, 严敏不解, 张军直接了当告诉他, 抢劫杀人的大买卖, 下了严敏之八愣, 其实, 张军本想伙同严敏, 就在当地作案, 无奈云南山高路长, 交通不算方便, 就算抢银行抢得巨款也不易逃脱, 张军看上了重庆水路码头, 人山人海, 办案后容易逃脱, 严敏带张军启程到重庆时, 把家里的电话号码留给了他, 不久他自己也回到福陵, 1994年11月26日, 张军在福陵开枪, 打死了一位刚卖完山货的农民, 第一次抢得了6000元, 随后他找到了严敏, 第二天晚上两人去跳舞, 在舞厅玩得正开心的时候, 撞见了严敏的前夫, 此人也是一个无赖, 看见前妻被一个外地人搂着亲心热热, 难免生气, 加之一帮兄弟嘲笑, 便按不住心头活气, 上前找张军惹事, 张军也火了, 双方剑拔弩张, 差点打上一场恶仗, 严敏怕张军是外地人吃亏, 连骂带劝好歹让张军脱身, 两人急忙离开舞厅回家, 严敏的前夫仗着, 使地投蛇镜追上门来, 被严敏堵在门外, 他想动手打严敏时, 张军一声大吼, 伸手从身上拔出手枪, 推弹上膛, 枪口对准他的太阳穴, 喊他快滚, 不然打死他, 严敏的前夫也是社会上混的人, 很实相, 听张军的话音变小得不是吓唬人, 是个真敢杀人的主, 忙满脸堆笑, 点头退去, 走得稍远拔腿就跑, 从此再不找张军的麻烦, 张军关上门, 吹了吹枪管, 得意地笑了, 他不知道, 正是这一次拔枪的行为, 为以后警方抓他埋下了线索, 几年以后, 严敏的前夫被关进大牢, 当重庆警方苦于抓张军没有线索时, 他空出了这个叫江平的湖南人有枪的线索, 江平就是张军和严敏来往的化名, 从而使警方逆捕严敏, 找到真正的君子杨明燕, 一举在重庆抓住了我张军, 严敏和张军在福陵同居了一段时间, 张军便厌倦了福陵, 毕竟福陵不是大都市, 没有抢大钱的环境, 于是他劝说严敏上重庆, 找机会发大财, 严敏稍加考虑答应了下来, 两人又乘船到了重庆, 在沙平坝某处租套房子住下来, 因张军是外地人, 这些事全由严敏出面办理, 花天酒地的生活, 没过多久就耗尽了张军身上, 那抢得的几千块钱, 严敏自从跟张军同居后, 也没再出去接客, 所以收入顿减, 日子就难过起来, 而张军在重庆, 一直在侦查黄金专柜和银行的情况, 想自己下手行抢, 无奈一个人势单力薄, 没敢贸然行动, 一天张军忽然想, 不敢抢银行, 但可以抢从银行出来的人, 没准抢笔打钱, 两人一商量, 严敏也蠢蠢欲动, 接着分工, 严敏负责找目标, 张军负责下手, 两人想抢什么人合适, 想来想去, 觉得抢包工头最可能抢到大钱, 哪个包工头不是黑了心灶豆腐渣工程, 挣大把大把钞票, 第二天, 两人就开始在渔中区, 某储蓄所外徘徊寻找目标, 终于看见一个包工头模样的人进了储蓄所, 严敏忽然说, 要是他是存钱的怎么办, 张军就指使严敏进储蓄所侦查, 看是不是存款, 严敏看见那人在取钱, 便出了储蓄所, 按事先约定的暗号, 把信息传给远处等候的张军, 自己若无其事地离开了, 张军尾随取款的包工头, 拐进了一处小巷, 剑四下无人便大不赶上去, 拔枪对准他的脑袋就开了一枪, 抢走被害人的五万元现金, 张军逃离现场, 为了防备警犬的追踪, 往相反方向走了几条巷子, 才搭乘中巴车, 回到了远离于中区的沙平坝, 在出租房里, 严敏看见这么多钱, 惊得目瞪口呆, 更令他目瞪口呆的是, 张军给他讲抢钱过程, 说起杀人竟然轻描弹写, 严敏吓得心突突跳, 那天夜里, 张军索性给他讲了自己的杀人史, 然后威胁说他也参与了杀人, 要是走漏了风声, 也没得好下场, 从此严敏被张军彻底拖下水, 成了他在重庆的第一联系人, 二人关系变得更加密不可分, 张军彻底收服了严敏, 便开始盘算起来, 狡兔三窟才有躲处, 应该在重庆再披一个窝, 这个窝也得有女人, 并且这个女人须是重庆人, 他知道公安机关每次查案子, 都特别注意外地人, 须得有个本地人做掩护, 要另起炉灶, 须得支开严敏才行, 恰好当时年官将近, 张军就谎称风声紧, 不如回福陵躲避, 严敏也想回家过年, 便答应下来, 两人退了房, 又乘江轮沿长江而下重回福陵, 过了新年, 张军独自上重庆, 开始谋划又一桩血案, 他需要一个女人给她当情妇, 又可以当地崩岗, 他想了个办法, 居然是去争婚处, 询问是否有合适的女人, 条件是要当地人, 于是经过介绍, 他结识了家住市区在婚介所, 备案找丈夫的秦植弊, 其实秦植弊43岁, 张军只有27岁, 照理说这两个人不太可能被扯在一块, 但张军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什么都可以容忍, 于是他又使出惯用的伎俩, 一边甜甜蜜蜜叫秦姐, 一边向秦姐猛头唐一炮弹, 金钱, 首饰, 加上张军看上去年轻的外表, 秦植弊很快被弄得神魂颠倒, 不久他便主动要求与张军同居, 看到秦植弊这个伴老徐娘, 找了个年轻男朋友, 街坊邻居吃惊的嘴都合不上, 秦植弊得意洋洋, 信以为真的认为自己风韵犹存, 很有魏力, 在人前免不了挺直腰板走路, 张军就像他的心肝, 对他几乎百依百顺, 变着靶子服似张军, 刻意要让他活得像皇帝一样舒服, 就这样, 张军又营造了一个避难所, 相处日久, 张军也看出了这个女人胆子大, 头脑简单, 好使欢的特点, 也正合他的心意, 正当秦植弊乐婚了头时, 令他始料不及的伤心事也来了, 张军竟背着他, 利用秦植弊的女儿, 常来探访的机会, 勾引起他的女儿来, 待秦植弊察觉时, 两人早已勾搭成奸了, 秦植弊家丑不敢外场, 直到女儿年轻, 争风吃醋的结果, 肯定是自己吃亏, 为了达到独占张军的目的, 终于找了个机会, 把女儿打发到北京去打工了, 1995文年12月22日, 秦植弊成为张军的女助手, 实施了友谊华侨商场杀瓶霸分店抢击案, 此后张军所做的多起杀人案, 秦植弊都是知情人, 张军每次在重庆作案后, 都是住在秦植弊家, 1999年1月4日, 秦植弊又协助张军, 制造了145汉广场杀人案, 死兴他弟的秦植弊痴情地伴随张军五年, 最终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杨明艳是张军这几个女人中, 最年轻、最漂亮的一个, 她不但与张军结了婚, 并且还为张生下了一个女儿, 杨明艳是福灵人, 1991年参加工作, 先在福利印刷厂当助资工, 1995年, 杨明艳办理停薪留职手续离开单位, 开启了餐馆, 1996年, 张军化名龙海利, 在福灵一家歌舞厅认识了杨明艳, 这时的张军仍在和严敏同居, 但杨明艳的美貌和年轻打动了她, 因此她常去杨明艳开的小饭店吃饭, 吃饭时故意大把大把掏钱, 惹得杨明艳放心暗许, 不久就主动投怀送报, 这次张军似乎动了真格, 抛弃严敏和杨明艳结婚, 并在粮油大厦办了六桌酒席, 令她吃惊的是, 当她认为杨明艳已是自己人时, 便告诉她一些杀人的事, 杨明艳竟然不像别的女人那么震惊, 反而觉得她很了不起, 这让她对杨明艳另眼相看, 赋案在身的张军, 还带着杨明艳照了很多结婚照, 1999年杨明艳跟随张军, 赞誉了14武汉广场结案, 2000年, 杨明艳为张军生下一个女儿后不久, 就随张军为69案裁点, 69结案后, 张军曾躲在长德一段时间, 7月上旬, 杨明艳又主动地去帮张军转移枪支弹药, 9一案件后, 张军成了全国的通缉犯, 她立即想到了妻子杨明艳, 9月5日, 张军找到杨明艳准备携款逃亡, 但没想到18日杨明艳就被警方逮捕, 奇怪的是杨明艳的亲朋好友, 解放邻居从不叫她娟子, 也许这是张军对她的昵称, 全红艳是重庆的一名出租车司机, 1999年3月初时张军时, 37岁的全红艳, 刚造离婚的重创, 心灰意冷, 觉得活着太没意思, 一心想找个比自己前夫年纪更小的男人, 这个男人要有钱, 这样他内心才可以平衡, 一天, 张军坐上全红艳的出租车几下交谈, 便博得全红艳的好感, 张军脑子一转系上心头, 他说他正在学车, 要全红艳每天下午来接他, 他就租全红艳的车练技术, 练车时业打表, 按价付钱, 天下竟有这样的好事, 全红艳当即答应下来, 于是张军每天就在重庆街头玩出租车, 全红艳也乐得有男人陪他, 如此一来二往, 张军不需付出太多, 就勾引上这个女人, 不久, 张军犯罪的银又来了, 本想带这个新情妇一起干, 又担心不稳妥, 只好独自前回湖南, 在全红艳面前谎称 有笔大买卖要做, 张军一去无影踪, 全红艳只好叹气作罢, 另外找了个男朋友, 2000年5月, 张军又一次出现在全红艳身边, 此时的全红艳又失恋了, 寻死逆活的, 自杀两次都没死, 张军对他山盟海誓, 并拿了几件抢的金手势讨好他, 全红艳试探他做什么生意时, 张军告诉他做金银手势生意, 张军和这个女人鬼混几天后, 决定发展他入伙, 为以后在重庆作案多找个落脚点, 趁全红艳刚失恋心情不好, 张军便要他去长沙散散心, 全红艳当即答应了, 他们在长沙黄花机场下了飞机, 住进了宾馆, 张军用假身份证登记了房间, 住下后, 张军在房中教全红艳拆枪, 上弹架, 打枪, 然后张军就离开了, 四天后上午十一点多钟, 张军又来了, 当时, 全红艳穿着吊带裙子, 张军让他换成黑背心和白裙裤, 张军当时身穿绿色帆领T恤和黑色休闲裤, 身背一身色帆布包, 包内有枪, 出了宾馆, 张军又叫了一名穿白T恤带各自男人, 该男子二十多岁, 三人上了一辆桑塔纳出渡车, 张军坐在前排, 全红艳与男子坐在后排, 坐了一二十分钟, 在一偏僻的小车站, 又换成出租车, 当时张还向司机奖价, 奖成一百元, 车开了四五十分钟后, 又倒回开了二三百米, 在一击羹道旁停下, 三人走进一束丛里, 张军对男子说, 今天带他出来, 是因为他经常拿钱抽薪, 隐瞒部分赃款, 张军脱下男子衣服, 用竖枝打他, 并叫男子拔脸背过去, 然后张军拔出手枪, 推战上堂, 把他交给全红艳, 凶狠的命令杀了他, 全红艳吓得直抖, 连枪都握不稳, 那人扭头一看吓得魂飞天外, 连站起来逃命的力气都没有了, 尿水直流, 只有跪在地上连声求饶不要杀他, 张军再次命令全红艳开枪, 并狠狠推了他一把, 于是全红艳双眼一闭, 朝那人开了两枪, 那人应声而道, 头重重栽进土里, 四肢抽搐, 张军从全红艳手中拿过手枪, 又补了两枪, 一枪正中那人太阳穴, 张军老练的寻回四个弹壳, 卷起那人的衣裤鞋袜, 带着全红艳离开了现场, 当晚, 张军给全红艳讲了自己抢劫杀人的故事, 吓得全红艳目瞪口呆, 张军威胁他说杀一个人, 和杀十个人没有区别, 都是死罪, 今天他也杀了人, 以后就跟着自己好好干, 少不了他吃香的喝辣的, 当晚, 两人乘火车返回重庆, 此后张军在全红艳家中住下, 即使民警来查户口, 全红艳也不敢告发他, 出身在鼎城区高自港镇, 和洞庭湖水长大的陈乐, 各自高挑面目清秀, 初中毕业后, 陈乐来到常德闯世界, 1999年下半年, 他认识了张军, 并以他的美貌, 获得了张军的迷恋, 张军为他在三间小区买了一套房子, 后来这套房子成了密藏武器, 但要和汇集团伙的黑窝点, 奸诈险恶的张军, 每次带枪回来或开会, 都是在这套房子里的一间密室里, 每当这个时候, 张军都要陈乐买着买拉或者在外放风, 一直到九一大案发案之前, 陈乐都只看到张军善良的一面, 却没有真正看清他险恶一面, 就连张军打他, 他都看成是一种爱, 九一大案发后, 除赵正洪当晚逃回一阳外, 张军、李泽军、陈世青, 都钻进了三间小区陈乐的家里, 当陈乐看到一件带血的衣服后, 张军对他说他是个聪明人, 只要不讲出去, 对他有好处, 如果讲出去, 就要杀他全家, 九月三日下午四时, 张军离开陈乐住处时对他说, 自己到广州去了, 张军到广州后, 两次给陈乐打电话, 他慢慢没有想到, 这种庇护, 窝藏是一种犯罪, 他更没有想到, 自己自觉或不自觉地当了杀人魔王的同伙, 而且当警察告诉他, 张军已落入法网时, 他连连摇头说陈哥是抓不到的, 而陈哥就是张军在常德的假名陈强, 后来看守, 所组织他看了张军被擒的电视片后, 他哭了, 哭得是那样的伤心, 这样被爱情麻木到如此程度的女性, 直到在电视上看到张军在重庆还有情妇, 并与其中的杨明燕结婚并生了个小孩时, 才突然醒悟, 紧着泪水说他欺骗了自己, 害了自己, 不是他, 自己怎么会见耗子, 1995年12月, 浓雾的山城下着小雨, 凭天几分寒冷, 结识秦植毕不久, 张军就开始在重庆街头勘查路线, 为抢大钱做准备, 他看中了重庆市有一华侨商场, 杀平坝分店的黄金柜台, 用了三个月时间踩点, 设计逃跑路线, 第一次抢商场金店, 他独自一人不敢下手, 这时他认准秦植毕, 头脑简单, 胆大妄为的特点, 打定主意让他作为同伙, 事前张军特意买了一辆, 崭新的红色125型摩托, 送给秦植毕, 并在当天夜里以考验爱情为由, 问他如果有人杀自己他咋办, 秦植毕拍着胸脯说自己也杀他, 为张军报仇, 为了张军, 上刀山下火海都赶去, 张军说他们这样过日子也不是办法, 得捞点大钱才行, 第二天张军就带秦植毕, 去了有一华侨商场沙瓶霸分店, 说是陪他逛商场, 其实是让他熟悉场地, 回到秦植毕家中, 张军故意提到了黄金专柜里的商品, 秦植毕直艳口水, 却又忍不住哀声叹气, 自己想要就是太贵了点, 张军说只要秦植毕想要, 自己就把他们全给他, 张军把抢劫计划和安全措施, 接逃亡路线说给秦植毕听, 吓得秦植毕张大了嘴, 大气都不敢出, 惊慌地说做不得, 抓住了要掉脑袋的, 张军又把自己早就是杀人犯的事告诉了他, 然后说秦植毕要是不帮他, 自己只好杀了他, 谁叫他知道这么多底细, 他跟自己干一票, 发了财就洗手不干, 这辈子就陪他过太平日子, 秦植毕脑子简单, 便答应跟张军抢商场, 并不是他不怕死, 而是因为怕失去张军这个谢雨的男人, 他决定拼死一上, 张军多次带秦植毕去熟悉逃跑路线, 并驾驶摩托在路上演练, 两人各自给对方壮胆, 终于决定伸出魔掌, 1995年12月22日上午, 两人偷了一辆黑色摩托车, 下午两人备齐作案工具, 秦植毕女扮男装, 他把头发挽起, 戴橄榄帽, 上穿男士且客, 下着身蓝牛仔裤, 脚灯运动节, 两人驱车来到金店门口, 18点30分, 正值下班回家的高峰期, 重庆有一华侨商店杀平坝分店类, 购物人群熙熙攘攘, 一派繁忙景象, 张军和秦植毕混入人群, 大踏步走向黄金庄柜, 张军掏枪对着一个营业员, 头部大吼不许动, 为等他反应过来, 秦植毕就冲进柜台, 往马桶包里装金首饰, 43岁的女营业员李建青情急之下, 大声呼喊有人抢劫, 话音刚落, 张军抬手就打一枪, 击中他的胸部, 听到枪响, 商场里有的人趴在地上, 有的往外冲, 不明真相的店外人, 有的拼命往里挤看热闹, 张军看见秦植毕装了很多金首饰, 觉得够了, 便说快撤, 贪心的秦植毕还想多抓一些首饰, 被张军一把抓住伊林好快走, 两人奔向店门, 张军鸣枪开路, 子弹打在地上, 板弹击中一人, 看热闹的人一下子明白, 撞见死神般的恶魔了, 纷纷躲避, 让开一条路, 秦植毕背着包在前, 张军挥舞手枪断后, 跑出商场跑下台阶, 跑进车库驾车逃跑, 张军为了扫清道路, 对最近的人群开了一枪, 一名清洁工人来不及躲避, 当场身亡, 两人驾车消失在重庆的茫茫人海中, 张军抢劫得手, 躲在秦植毕家里几天不敢出门, 只让恢复女装的秦植毕去听风声, 并捎回有消息箭报的报纸, 张军根据各种情报, 分析警方动向, 隐藏多日之后, 张军用一口箱子带走金手势, 再返回重庆, 奔给秦植毕85万元, 秦植毕一下子报复, 用钱很洒脱, 但没人怀疑过他手中的钱, 张军有了钱后, 决定要大旦一场, 于是钱回常德, 去找以前的死党陈世青和颜若明, 见到陈世青和颜若明后, 张军表示要买鞋枪, 颜若明认识异洋人高丽君, 知道他在贩卖猎枪, 对走私枪械的鹿子很熟悉, 便出马联系, 以6000元的价格买了几把猎枪, 可张军更喜欢手枪, 颜若明只好在让高丽君找鹿子, 并问他能不能想办法, 搞急艇、 高射机枪和迫击炮之类的, 火力凶猛的武器, 弄得高丽君目瞪口呆, 最后张军还是从云南几个小流氓手上, 够得两把手枪, 三个人经常驱车到湘西深山老林链枪法, 彼此嘲笑对方枪法臭, 一路上, 陈世青开车, 三人在车上商量下一个抢劫目标, 张军极力主张再抢重庆, 因为重庆有躲藏的地方, 于是张军二上重庆, 又住进了秦职毕家, 这一次, 张军把抢劫目标定在渝中区, 闹市中的上海一百重庆分店的黄金柜台, 他将抢劫方案策划好, 便约闫若明到重庆会合, 闫若明一来就跃跃欲试, 张军道不急, 带着他熟悉重庆, 主要是熟悉逃路路线, 在长江边, 张军问闫若明如果抢劫失败, 被警方抓住怎么办, 闫若明说不等他们抓自己, 自己就自杀了, 不用担心, 张军说好样的, 1996年12月25日, 阴天, 下午六点多, 又是下班人流的高峰期, 张军和闫若明闯进上海第一百货商场, 重庆分店黄金柜台, 张军拔枪对准营业员轻声喝不准洞, 打开柜子, 把东西装进来, 这时闫若明已抖开布袋, 拉开袋口, 命令营业员把黄金首饰装入袋中, 隐事发突然, 营业员只得就范, 价值六十万元的黄金首饰落入袋中, 商场竟无人察觉发生了解案, 正在此时, 商场一驾驶员走了进来, 见状大吃一惊, 张军大喝一声, 命令他到柜台后面去, 来人转身就跑, 张军追了几步, 一枪将来人击伤, 枪声一响, 商场内顿时警觉, 顾客们纷纷朝黄金柜台探望, 张军贺令严若明彻, 两劫匪拖着一袋黄金首饰, 按事先策划的路线, 朝商场内冲, 边跑边打枪, 吓得商场内的人, 纷纷逃命和躲避, 只有一个棒棒不明真相, 以为业务来了, 近距离和张军打个照面, 被张军一枪击倒在地上, 两匪从商场另一侧门窜出, 逃上大街转入一巷子, 跳上早已备好的摩托迅速逃盾, 至此,整个案发过程仅五分钟左右, 案发现场的人, 居然没一个人完全看清劫匪的长相, 张军和严若明在秦直壁家里躲了十余天, 然后分头逃离重庆, 张军往福陵, 严若明回常德, 1997年, 张军又一次出马, 到长沙踩点, 将目标锁定在长沙某商场黄金柜台, 并设计好逃跑路线, 12月19日, 张军、李泽军、赵正宏, 以及张军的另一个外甥王宇, 来到长沙, 王宇是主动请战, 要来跟着发大财的, 五人开始寻找抢车目标, 便于抢商场时使用, 在长沙湘江宾馆停车场, 他们看中了一辆桑塔纳轿车, 便动手偷车, 恰在此时, 这辆车的司机从宾馆出来, 剑撞冲上前喝骂, 并大声招呼保安, 张军见情况不妙, 把枪打死司机, 并抢得车钥匙, 由陈世新驾车逃跑, 此时长沙警方接到报案, 迅速展开围堵, 张军见识已至此, 不甘心地放弃这场抢劫计划, 指挥匪徒朝湖北方向逃窜, 在途中往雨下的浑身发抖, 长沙警方此时已惊吓令, 沿途各路卡注意该车动向, 并通报被抢车的车牌号, 1997年12月20日, 引浮了一天的张军等人, 驾车来到湖北省公安县南平镇收费站, 张军自称是公安部特派员, 要求放行, 坚决不交过官费, 双方发声口角, 这时治安协管员发现该车破绽, 这辆车跟长沙被劫车的特征相似, 可惜还来不及报案, 赵正宏用一支猎枪, 击杀了治安协管员, 张军、李泽军分别用手枪和猎枪, 杀了另一位交通协管员, 李泽军拉起起落干, 众劫匪冲冠而去, 逃出百余里, 众匪烧毁了强德的车, 搭乘前来迎接的陈世青的车逃毁常德, 阴亡于表现太差, 张军差点杀了这个外甥, 抢劫长沙的计划流产, 使张军十分恼火, 开始着手为下一件血案做准备工作, 这一次, 张军将目标定在武汉, 他多次率领李泽军, 陈世青到武汉踩点, 将目标锁定为武汉广场黄金屋, 他本想像重庆一样, 如法炮制几个情妇做伴罪窝点, 勾引了几个女人, 她们都是贪财胆小之辈, 让他很失望, 一天, 张军在武汉广场附近侦查逃跑路线时, 看见有家铺面要转让的消息, 马上决定在此开家什么店里做掩护, 他通知秦之斌赶快到武汉, 秦之斌奉命来到武汉, 当时是十月, 寒意已农, 张军也不暴露抢劫计划, 只说秦姐活得辛苦, 很想帮他谋条财路, 又说重庆火锅赠武汉很受欢迎, 愿意帮他开家火锅店, 秦之斌眉头一皱, 说开火锅店要本钱, 他哪里有那么多钱, 张军就说钱不用操心, 自己给他三万, 并称这是念秦之斌效忠多年的奖金, 赚了钱也归秦之斌, 赔了本张军也不要这笔本钱, 秦之斌认为张军够意思, 当场就开始张罗开火锅店的事, 火锅店很快就开张了, 秦之斌想装修一下门面, 张军不允许, 并告诉他自己的意图, 这家铺面越简陋越好, 等抢完黄金首饰就关门, 最好是生意清淡来客少, 更便于他们商量抢劫的事, 秦之斌一直在叹气, 哪有这样做生意的, 转眼就到了年底, 张军把杨明燕从重庆街到武汉, 首次让两个情妇面对面, 秦之斌见杨明燕比自己年轻漂亮, 满脸醋意, 忍不住摔铁子踢板凳, 大闹情绪, 张军当着老婆的面, 在秦之斌面前献殷勤, 终于让他平息下来, 于是张军、杨明燕、 秦之斌这三个人, 躺在火锅店内的同一张床上, 天一黑, 就干那银鞋勾当, 两个女人也乐此不疲, 相安无事, 秦之斌和杨明燕, 往往趁张军身体立尽之时, 拷问他在外面有多少女人, 张军也不隐瞒, 还刻意夸大情妇的数字, 只是不说其他女人的名字, 张军私下劝秦之斌岁数不小了, 多挣点钱就行了, 还争风吃醋干啥子, 转眼到了1999年, 1月4日晚上7点, 张军、李泽军、赵正宏从火锅店钻出来, 陈世青以驾驶一辆偷来的红色复康车, 等在门外, 三人上了车, 按照计划, 陈世青将车兜了一圈, 从另一个方向开进武汉广场, 把车停在地下停车库标牌下, 四人立即开始往头上套黑罩, 这是一个保安走了过来, 张军拉起一领遮住脸, 打开车门迎上去, 说他是省公安厅来执行任务的, 叫保安把对讲机关了跟他走, 该保安见情况不对, 说别慌, 他们要是来执行公务, 就通知自己主管部门, 话音刚落, 张军已拔枪在手, 对准保安的脑袋就是一枪, 子弹打飞了保安的帽子, 保安一跤滑倒趴在地上, 张军等也不理会这个保安, 跳下车朝五号门里冲, 张军冲在最前面, 冲着天花板连开竖枪, 商场内熙熙攘攘的人群, 以为是气球爆炸, 待看明白时, 便疯了一样把腿就跑, 抢劫喊声一片, 靠门进的跑上大街, 离楼梯进的跑上二楼, 营业员们无处可逃, 全趴在柜台里边, 一会人流不见了, 整个一楼死一般寂静, 张军和陈世青持枪警戒, 李泽军将布袋口张开, 赵正宏连砸十二个玻璃柜, 蒋金银首饰钻石等装进带立, 这是六号门方向, 三十米开外闪光灯一闪, 张军说有人照相, 陈世青对准六号门的身影就是两枪, 同时他看见六号门, 被两个保安拉下来关上了, 另外几扇门也正在拉闸关上, 张军说够了快撤, 此时作案仅三分钟, 张军冲在前面, 鸣枪开路, 李泽军和赵正宏提着黑不带, 陈世青抱着一纸箱金银首饰跟在起后, 此时仅有五号门没有关闭, 他们就此朝外冲, 在门前一名商场保安, 正一辆机一辆的朝门内扔自行车, 扔了六辆, 劫匪已冲了出来, 张军跳过地上这堆自行车, 朝那名保安开枪, 保安躲到一辆摩托车后面去了, 四个蒙面劫匪冲向停靠的出租车, 这名保安积警地记住了车牌号, 张军朝将要逃跑的解放大道方向, 连放三枪, 想让路上车辆为他让道路, 李泽军、赵正宏打开车后盖, 把装满金银首饰的口袋和纸箱往里塞, 这是两名巡警飞气赶到, 在不远处鸣枪市井, 惊慌之下, 陈世青为把车发动起来, 张军立刻朝前冲去, 率先开枪袭警, 李泽军、赵正宏也掏枪射击, 情急之下, 两名巡警躲到一辆运送钢筋的大货车后面, 依靠货车还击, 双方展开激烈枪战, 过车上一名湖北孝赶民工, 被枪击倒, 李泽军绕过出租车, 从侧面包抄到巡警侧后面, 一枪击中巡警方头部, 这时陈世青发动了出租车, 重匪快速钻进车门, 汽车沿滑坡路朝市中心的京汉大道逃窜, 一路上横冲直撞, 张军拔枪乱射, 路人纷纷躲避, 在一家酒楼前, 李泽军一枪击中路旁电线杆子, 子弹反弹击中一个市民, 出租车以惊人速度, 又冲出50米远, 一头撞在一个路边做餐饮用的大铁炉上, 一口铁锅迎面飞来, 赵正宏, 李泽军重重撞在车顶上, 赵正宏痛得枪都拿不住, 结果路上掉了一只手枪, 陈世青调转车头继续猛冲, 出租车消失在滑坡路的尽头, 武汉广场和武汉商场同在一处, 晚七十以后是商场顾客最多, 此路段交通最容易堵塞的时候, 如驱车从此处向北就可以出武汉市区, 城郊结合部设有治安检查站, 狡猾的张军不是立即向郊外逃窜, 而是向闹市大马路奔跑, 江车系于江边, 各自扛着一部分金银珠宝分散逃逸, 消失在夜色中, 在这次吴广结案中, 四名劫匪打死一人, 打伤六人, 抢走价值三百余万元的黄金饰品, 就在张军他们出火锅店时, 杨明燕一直在店门口求老天保佑, 劫匪抢到黄金首饰, 又能确保平安, 他心里盘算着用这笔钱, 买什么好衣服穿更合适, 此处离武汉广场不远, 那边一出事, 消息就从市民们口中传了过来, 听说劫匪和警察发生了枪战, 杨明燕吓得脸色发白, 秦之币慌忙跑到里面收拾东西打算逃命, 过了一阵消息又传来, 说警方以权势戒严, 围捕持枪蒙面抢劫的劫匪, 杨明燕心知张军又依次得手, 紧张的神经又松弛下来, 他喘了口气, 静止到里面骂了一下秦之币, 不就张军这个魔头, 人模人样提着一个大包回来了, 里面装满黄金首饰和钻石首饰, 两个女人把他迎进店里, 火锅店关门打烊, 关门时杨明燕还和邻居瞎扯抢劫安, 假装吓得吐舌头, 稍晚一些, 赵正宏、李泽君、 陈世青, 分别从别的方向依次赶来, 都装作若无奇事的样子, 躲进了火锅店, 几个劫匪在店里躲了两天, 以乘分金, 各取自己应得的一份, 带风声烧过, 便各自离去, 期间杨明燕多次装着采购的样子, 进出吴广商场打探风声, 看警方是否掌握了什么致命的线索, 失于天后, 秦之币宣称生意不好做, 把火锅店转让出去, 一伙歹徒便全部离开了武汉, 开始走向死亡之路, 张军系列持枪抢劫案, 是共和国第一大刑事案, 为此, 常德公检法机关, 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取证, 和准备工作, 有关此案的各种案卷高达两米, 仅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就有48卷, 2001年4月14日,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重庆, 常德同事公开审理张军系列持枪抢劫案, 在法庭调查中, 除全红燕变成其杀人, 是在张军逼迫下不得已而为之外, 其余被告人均对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在第一天的庭审结束后, 张军在北亚网先防使称, 自己太疲倦了, 反有关对他的指控, 他都将予以承认, 要求减少审判程序被法庭拒绝,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 张军在第二天的法庭上, 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在法官问到相关案情时, 多半一事, 没有简单的词语回答, 偶尔来了兴致, 也对其同伙共认的事实进行纠正, 但这种纠正, 多是认为同伙对自己的罪行, 交代得不够彻底, 法庭在调查, 发生在重庆的一起抢劫杀人案过程中, 当检方通过电视屏幕, 宣读一个案犯的交代材料后, 张军突然向法庭提出申请, 要求对该案犯的交代进行补充和纠正, 张军说他还有些问题没有交代清楚, 上海一百重庆店案发之前, 他还专门带他们模拟训练, 上山练枪法, 学习摩托车驾驶, 他们还提前勘查了地形, 这些都漏掉了, 很明显, 张军要让所有人为他陪葬, 他既不为自己, 也不为别人推卸罪责, 甚至还有意炫耀自己的没人性的杂皮, 他对为他卖命的女人冷酷无情, 他自知死罪难逃, 就想让所有的人都成为他的陪葬品, 16日下午四十许, 常德审判点进入辩论阶段, 七名被告人向法庭做最后辩解, 自知罪责难逃的被告们, 有些抱着必死无疑的心态, 到处悔恨交加的心情, 有的则还想做些辩解, 但每个被告均不约而同地指责张军, 骂他把自己拖下水, 审判长问被告, 还有没有要向法庭提供的证据, 话音未落, 一直低着头的陈世青, 立即将求助的眼光, 投向他的辩护律师龙战和, 龙战和立马说量刑时, 请法庭充分考虑, 被告人陈世青的头案自首情节, 陈世青自己也忙不迭地说, 武孟廉夫妇的尸体埋在哪里, 也是他交代的, 一听这话, 李泽军也忍不住插话, 说张军左脚板有一颗黑痣, 是他告诉警方的, 李泽军也面如死灰, 逼缓地说张军是他的亲舅舅, 就是张军用金钱诱惑他, 又让他写保证书, 威胁他, 被告赵正宏这回也换了一副嘴脸, 不在左顾右盘抓头摸脸, 闲笑也输起来了, 他说他也是受张军胁迫的, 事到如今, 赵正宏表示, 自己也没什么可说的, 只能在此对死者和家属表示歉意, 王宇忏悔地说张军是他表叔, 是张军拉他入火, 他上了贼船, 走上难以自拔的道路, 对自己的行为悔恨不已, 他停下来, 醒醒鼻子接着说他不懂法律, 希望法院能从轻处理, 最后陈世青从外套口袋里掏出几叶纸, 手一直颤抖不已, 顿了一会低头念初, 他向受害者致哀, 他是在张军的授意下, 念叨着他突然停止, 说算了, 他没有什么可辩解的, 当下把准备好的辩解辞丝了扔到地上, 4月21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做出一审判决, 张军、李泽军、 陈世青、 赵正宏、 闫若明、 许军、 李金生、 秦直斌、 全红彦、 严敏、 莫金英、 纳伯、 朱家武、 王俊分别被依法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陈世青、 杨明燕分别被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杨明军、 王宇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 分别依法核准, 张军、 李泽军等人的死刑判决, 2001年5月20日, 经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核准张军、 李泽军特大系列, 抢劫、 杀人案中的14名罪犯, 分别在重庆市, 常德市被执行死刑, 当一辆辆载着子球的行车, 缓缓开出法院大门时, 围观群众躁动了, 有人镇臂高呼血债血偿, 杀死这些魔鬼, 有的则情不自禁鼓起掌来, 酒车呼啸着驶向刑场, 围观的群众却久久不愿离去, 人们诅咒着一个将去见鬼的张军, 同时祈祷着, 再也不要出现张军那样的魔鬼, 当天上午11时18分,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把关对张军验名正身, 11时22分, 把关向张军宣读死刑复合书, 11时33分, 张军一枪毙命, 临行前,张军队是看守所民警说, 谢谢公安局, 他们喊人道,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